未來的五年 哪些行業更適合普通人賺錢呢? 大家都知道 站在風口上 連豬都能飛 掌握趨勢 抓住風口 一直是每一個想改變命運的人 都渴望的事情 畢竟選到有潛力的賽道 能讓我們事半功倍 讓我們享受時代的紅利 有機會帶給你一大筆的財富 所以這部影片 我總結了六大行業與趨勢 是適合我們普通老百姓能參與 並且有很大發展機會 是接下來三到五年的下一個風口 其中有兩項 也是我這幾年深入研究和佈局的 都是一些低成本高回報的領域 不需要大筆的啟動資金 就能開始獲利 所以不論你是想要創業或找工作 相信完整看完影片 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這些行業的收入和薪資待遇 已經越來越高 有幾個行業 其實也隱藏在我們生活周邊 那些看似不起眼 但實際上非常賺錢的領域 所以就算過去 你沒有接觸過什麼時代紅利 也沒關係 這六大領域中 或許有適合你 你感興趣的行業 只要你有參與到任何其中一項 用心做好 那未來你肯定都有機會賺到大錢 嗨 我是Ton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個頻道每週固定更新影片 與你分享普通人言在網路賺錢的方法 和一些有錢人的秘密 隱藏在財富背後的真相 如果你想要用短短10分鐘 就能快速吸收財商思維 提升競爭力 歡迎訂閱這個頻道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算你在忙 也不用怕跟不上有錢人的腳步 不用怕漏掉免費的賺錢資訊 那如果完整看完影片後 覺得對你有一點幫助的話 別忘了幫影片按個免費的讚 這樣如果你想要回頭再看這部影片 比較容易找得到 好 廢話太多了 直接進入主題 第一個最賺錢的行業 寵物行業 有些人可能會說 寵物市場這幾年應該很飽和了吧 正好相反 實際上寵物產業才正要開始蓬勃發展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你去觀察現在市場上 大部分的寵物相關用品 還是以傳統寵物用品的視角在販賣 但實際上 我跟很多身邊養寵物的朋友聊過 養寵物的人 已經漸漸的把自己的寵物 當成自己的家庭成員看待 已經有越來越多人把寵物擬人化 他們已經把寵物當成自己的小孩了 也才會出現毛小孩這種說法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網路上 很多人拍自己跟自己的 貓貓 狗狗 或小鳥 一起吃飯 對話 擁抱 搶東西玩 這些影片為什麼會爆紅 正是因為它符合了那些 愛寵物的人內心真正的需求 在這些主人的心中 寵物已經和人一樣重要了 這也導致寵物行業 即將出現大量的機會 還有很多沒有被開發出來的市場 用一句最簡單白話的說法 所有在人身上 可以享受的產品或服務 都有機會在寵物身上 重新做一遍 例如最早期的寵物旅館 幫寵物洗澡 修剪毛髮 剪指甲 這些已經很基本了 近幾年開始流行幫寵物過生日 有寵物蛋糕 寵物特殊服裝 再比如有些主人可能沒有注意 讓自己的寵物吃得太胖 出去遛狗的時候 每走個幾步就喘得不得了 這時候主人開始焦慮 開始擔心寵物的健康問題 所以也開始出現了寵物減肥班 或是教你怎麼和寵物溝通 怎麼聽了種寵物語言的課程等等 或是像現代人 有些會帶智能手錶來偵測心跳 現在也開始有人在 偵測寵物的睡眠時間 記錄他們的稍抓次數 GPS的定位等等 喔對了 還有寵物的奢侈品 很多人其實不一定會 為自己買奢侈品 但卻願意買給自己的寵物 一方面可能寵物的奢侈品 沒有人的來的那麼貴 另一方面可能很多人工作真的很忙 下班後又想打遊戲 追劇看影片 或和朋友出去玩 導致他們覺得 陪寵物的時間太少了 內心產生了一種內疚感 所以就更願意在寵物身上花大錢 像是這些奢侈品 寵物訓練 更好的飼料 某種程度上也算是 彌補自己內心的愧疚 所以寵物市場正在瘋狂的膨脹 未來三大五年會有更大的爆發 如果你是對寵物領域有興趣的朋友 充分的去了解寵物主人的真實心態 畢竟花錢的還是這些主人 也就是你的潛在客戶 那麼所有在人身上 可以享受的產品或服務 都有機會在寵物身上重做一遍 更具體一點說 所有家長會對自己的小孩 嬰兒做的事情 都可以在寵物身上開創新的市場 只要你能滿足寵物主人的需求 不論是提供產品或服務 寵物行業絕對是一個來錢塊 又賺得到大錢的行業 相信很多有養寵物的人 應該對這段也很有共鳴 可以在底下留言 說說你對於寵物行業的看法 以及你是不是也願意 為自己的寵物花錢 接著第二個未來的趨勢 能賺到大錢的行業是 健康行業 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 很多人開始意識到健康的重要性 包括很多年輕人 現在也開始注重養生了 開始會買健康餐啊 無糖飲料 低脂能量棒等等 像是健身教練 營養師 從以前不被大眾接受 到漸漸的越來越普及 有越來越多人願意付費 接受這些專業的協助 再像是最近興起的基因檢測 也是一個新興的產業 那還有一個傳統產業 即將迎來突破性的成長 那就是有關按摩推拿 整骨的相關行業 由於現代人生活的快節奏 加上電腦手機的頻繁使用 很多人平常的坐姿站姿 都已經開始出現問題 根本出現了很多健康的問題 就像是現在 絕大多數的人 都有腰痠背痛 肩頸緊繃 容易感到疲勞的問題 以前這些可能是在 老人家身上才會發生 但現在已經發生在 越來越多年輕人身上 並且這些是會實質產生疼痛的 會產生必要的需求 需要被解決 當整個市場 對於健康、保健、養生 相關的需求 有越來越大的趨勢時 那我們處在健康行業 需求上升期 健康產業必然就會出現很多機會 因為熱錢都會往這裡跑 所以每當我看到 路上很多低頭足 低著頭滑手機 我就馬上想到未來按摩行業的錢 真的是賺不完 那還有另一個更特別的細分市場 也是我個人正在佈局的市場 那就是 養老行業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老年市場聽起來很low 但未來五年 養老行業絕對會迎來爆發性的成長 因為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 台灣在1993年 進入高齡化社會 在2018年達到高齡社會 照這個速度 2025年 就會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 也就是全台灣會有20%的老年人口 當老年人的需求不斷在上升 但市場相對應的供給還沒有完善時 這之間就會有很大的傷跡 並且這些準備退休 或是已經退休的中老年人口 正是最具有消費能力的高消費族群 畢竟都累積了一輩子的族序 很多老年人也會擔心錢沒花完就離開了 所以都很願意花錢在自己身上 所有中老年人相關的產品或服務 在需求上會有很明顯的上升 到時會出現一大批 白手起家的創業家發大財 相關行業的員工 薪水也會水漲船高 就比如老年看護 需求絕對會遠大於供給 一方面是很少人願意踏入這個領域 另一方面許多60歲70歲的中老年人 特別是獨居的部分 可能因為離婚或是上偶 對於看護的需求會大大提升 從基本的日常照顧 到心理的照顧 到真實的陪伴、關心等等 這些健康、保健、養老、相關行業 絕對是未來的一大趨勢 第三個能賺大錢的行業 休閒娛樂行業 休閒娛樂行業 也會是未來能賺大錢的趨勢 這幾年台灣的房價被炒成天價 很多年輕人發現 自己辛辛苦苦努力一輩子 工作打拼存下來的錢 還是買不起房 所以開始流行起了躺平主 有一部分人開始提倡 活在當下即時行樂 反正大環境不好 也存不到什麼錢 不如讓自己活得快樂一點 所以你應該也不難發現 現在很多年輕人 比起我們的上一代 是越來越敢花錢 什麼名牌包 潮牌 衣服 手機 看到怎麼喜歡就買 很敢花錢 那先不論這種現象好或不好 畢竟每一個人追求的生活方式 本來就不同 但不可否認的是 在現在景氣環境這麼差 好的工作不好找 一般的工作薪水少 大多數的人生活真的是苦哈哈 所以很多人下班後 選擇放飛自我 花錢享受 讓自己快樂一點 另一個層面是 在台灣 其實絕大多數人 基本上只要有工作 生活是不至於餓到 或是沒有地方住 那當這些基本的吃啊住啊 基本需求被滿足以後 大家已經不再滿足於這些基本需求 而開始追逐精神層面的需求 或追求更大更多的慾望 那這些慾望又很容易被 外在環境影響或加大 舉例來說 人們看到別人擁有的東西 自己沒有 就會產生購物的慾望 想要被滿足 那現在社群媒體這麼發達 就放大了這方面的需求 因為我們隨時可以看到 誰誰誰又去哪裡玩 誰誰誰又去吃了哪個好料 最近又在流行哪些網紅餐廳等等 在社群的普及下 每一個人的消費慾望不斷被放大 那無形之中 休閒娛樂產業 這種特別能讓人 快速得到滿足的行業 就會受益 像電視、電玩、電視劇 包含旅遊 旅遊產業也將迎來很大的爆發 特別是這一兩年 很多人被疫情關在家裡 關到快瘋掉了 這一股出國旅遊的慾望 一直被壓抑著 所以一旦全世界的疫情 漸漸被控制住 旅遊產業將會迎來 爆發性的反彈 到時又會出現 非常誇張的旅遊大年 旅遊行業就會像是瘋狂的印鈔機一樣 會有很多的消費才往旅遊行業靠攏 所以如果想要佈局旅遊產業的朋友 可以優先關注全球疫情的動態 緊接著第四個最賺錢的行業 特色小店 你沒聽錯 就是特色小店 隨著過去日韓烤肉的流行 這幾年這些大品牌陸續進駐 全台開了很多連鎖店 現在已經是走到哪都能吃到 那人們漸漸失去的新鮮感 反而開始找尋特色的小店 無論是菜色特別 或造型特別 或是環境特別都很好 舉個實際的例子 就像是小酒吧 現在很多國家都流行這種小酒吧 可能就是兩三張桌子拼湊起來 有些還是露天的吧台 那通常裝潢都很簡約 但生意卻特別好 很多還成為了打卡勝地 客人們免費的幫這些店宣傳 為他們帶來源源不絕的客人 那特別是現代人生活壓力大 朋友之間的聚會難免會想小酌一下 不過現在年輕人的喝酒文化 和上一代有明顯的差異 現代人講求的已經不再是那種 不醉不歸的好飲文化 喝酒所追求的已經不再是把對方放倒 反而追求的是一種 所以你看市面上賣的最好的酒 都是那些濃度低的酒 很多年輕人在喝酒的時候 已經不是在乎喝多喝少 而是那種氛圍感 不論是在露天酒吧 那種奔放毫無拘束的感覺 又或是在室內昏暗的環境下 帶給人們那種非常放鬆的狀態 一個可以紓解壓力 排解上班煩惱的一個環境 所以就是這些原因 造就了許多地方 開始流行這種小酒吧的文化 那站在老闆的角度 我們如果想經營這種店 一方面成本特別的低 但利潤卻特別高 因為一來幾乎不用太高貴的裝潢 重點還是擺在把那個氛圍感製造出來 像現在很多的小酒館 就會買很多特殊形狀的杯子 取一些創意有趣好玩的名字 那這些簡單的調酒 卻可以賣到很貴的價格 再搭配偶爾舉辦一些小活動 就能吸引很多上班族 在下班後會約朋友去放鬆的地方 還有一點是這種特色小店 管理起來會比起大的店家更加容易 畢竟店小 人員不複雜 大多數時候也比較容易招待到客人 比較容易建立其和客人之間的關係 來提升客戶的忠誠度 讓客人重複消費 維持一定的營業額 所以站在經營的角度 這種小店的ROI 通常會比較高 ROI就是指投資報酬率 因為只要店小 固定成本自然會下降 不論是店租或員工 整體開銷不會過大 當一間店的基本開銷比較低的時候 所創造出來的ROI投資報酬率 比較有機會做得更高 在資金利用率上面就會更好 OK那緊接著 第五個未來趨勢行業 就是一切與美有關的行業 像是能夠讓人變美的一些東西 例如衣服穿搭 化妝品 醫美等等 未來的發展前景都不錯 相信你也有發現 自己身邊是不是越來越多人 願意把錢花在讓自己變美的事務上 以前醫美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能很排斥 但漸漸的有越來越多人 接受這些文化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 醫美需要有專業 普通人可能無法參與 所以我這裡才說 是一切與美有關的事務 因為追求更美、更帥 是人的天性 所以只要你的行業 能跟美這個字扯上關係 那麼你大概率就處在對的行業了 例如像是汽車美容 打蠟、包膜、改裝 這就是一個看似不企業 實際上卻非常賺錢的行業 俗話說 車子就是男人的小老婆 很多男生花在車子上面的錢 可能超過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畢竟改車、改裝這種東西 常常都是幾萬塊的開銷 而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時候 去買到一個美的東西 心情馬上就會變好 例如有些女生喜歡買可愛的小吊飾 小盆栽、可愛造型的貼紙 所以但凡能跟美扯上關係的行業 都有機會成為未來的趨勢 並且我們不需要做到非常的大 因為加上社群媒體的影響 很多人以前可能買東西不太在意 但現在因為買的東西 都要拍照上傳到朋友圈 所以對於東西好不好看 美不美 就變得更在意 那一旦這個餅越來越大 我們其實只要佔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就能夠因為時代的紅利 賺進非常可觀的一桶金 最後第六個未來賺錢的風口 就是與愛有關的行業 為什麼說是和愛有關呢 因為隨著機器人、AI科技的發展 很多人的工作已經被科技取代 像是在台灣 已經走入歷史的高速公路收費員 許多的工廠線也改成機器處理 那你能想像嗎 如果有一天你所在的崗位 再也不需要人力 全部都被科技和機器人取代 那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我並不想要危言聳聽 但我們真的必須未雨綢磨 特別是那種單純靠勞力的工作 將來很有機會被繼續取代 未來不再需要超商店員、售票員 這些單純靠勞力的職位 就像現在已經陸續有無人商店的問世了 所以會特別提出與愛有關的產業 正是因為愛 是機器人最難取代人類的地方 機器人還沒有辦法做到 同理心、關愛跟感同身受 與人類真實的互動 所以只要是帶有情感 需要創造力等等的工作 都會是相對有保障的行業 例如諮詢行業就是一大趨勢 現在很多人生活壓力越來越大 尤其是在越發達的城市 心理疾病已經是很多年輕人遇到的問題 所以諮詢跟教育相關的產業 未來的需求會越來越大 也是我這幾年投入非常多心血、鑽研的領域 特別是因為疫情 很多人的工作受到影響 可能正在面臨轉職 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 感到迷惘 或是即將出社會 找不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又或者是總覺得錢不夠 想要增加收入的朋友 很多這樣的觀眾來找我諮詢或是資訊我 所以我把我過去怎麼樣從零開始 在沒有經驗、沒有粉絲 也沒有任何人脈資源的情況下 我用了最低的成本 在一年的時間打造了年收百萬的網路事業 並且在這兩年也幫助了超過20位以上的朋友 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網路事業 讓更多像我這樣的普通人 都能夠真正在網路上賺到錢 我把這些方法都完整記錄成一個影片 所以這部教學影片非常有價值 但是今天我願意免費的與你分享 我會把這個免費教學的影片 放在這部影片下方 可以在資訊欄或留言區找到 如果你對網路賺錢有興趣 相信這部影片可以幫助到你 因為這部影片是放在Tony的官網上 目前的版本是20年做的線上教學 今年也即將更新更符合時下 現在普通人也能賺錢的方法 所以在官網中會有最及時的資訊 相關連結都會放在資訊欄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六大趨勢行業 不一定是要創業 找工作往這幾個方向 也會有比較好的發展潛力 有幾個看起來真的不起眼 但如果你深入研究某一個領域 你會發現機會其實還是蠻多的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 有帶給你一點價值或啟發的話 別忘了幫這個影片按個免費的讚 也分享給你想要創業 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朋友 你隨手的一個轉發 很可能會對他有很大的幫助 那關於各個行業選擇上面的疑惑 或是影片中提到的觀點 有不同的想法 都歡迎在留言區交流討論囉 關注我 與你分享更多財富真相 我是Tony 祝福你 生活更美好 賺錢沒煩惱 我們在下一位影片見 Peace